美国防报告,中共正演练攻击美国民随时偷袭台湾,五角大楼8月16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中共军力报告中提到,中共近年来正训练轰炸机远程攻击或瞄准美国及其盟国。此外中共还可能准备通过快速突袭。 在美国介入前占领台湾广告该报告指出,中共军队数量近年不断扩张计划在2050年前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报告提到,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共迅速扩大了其水上轰炸机的作战区域,获得了关键海洋地区的经验并可能在训练。 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目标的攻击,中共军队或许会向外展示其空袭美国或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基地的能力。 如关岛此外中共正在开发一种具有核输送能力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投入使用。 如果成功的话这种轰炸机的部署和整合将首次为中共提供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核武器三核一输送系统。 五角大楼官员趁中共已经在东非国家即不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基地,并且正在寻求在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 报告还指出中共如何迅速推进其太空计划其中提到,尽管中共公开宣称反对太空军事化,但中共军队一直在加强其太空军事能力。 中共希望扩大太空监视能力以监控全球和太空中的物体,并实现反太空行动报告指中, 中共已经开始开发银河武器系统,包括动能杀伤导弹、地面激光和轨道太空机械人。 报告中还表示虽然中共不断宣称要和平统一,台湾但从未排除武统,中共军队可能正在准备突袭行动并同时遏制、延误或阻止任何捍卫台湾的第三方。 报告接着说,如果美国介入中国中共将设法延迟美军的有效行动并计划在最短时间内通过高强度密集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占领台湾报告指, 中共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展开空中与海上交通封锁,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 空袭、联合登陆或是大规模两栖入侵美媒提到五角大楼公布这份报道,是在美中贸易战局势继续加剧之际。 针对该报告中有关中共突袭台湾的警告。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林赫宁于当地时间8月17日,表示有关中共军事动态。 中华民国军队都有严密而及时的掌握各项包括预警等在内国防安全上应部署,整备的各项应处措施也都确实到位,可以保障台湾安全无余。 为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日前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要求加强台湾作战能力,加强美台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并且在最新签署的台湾旅行法框架内加强,与台湾的高级别国防接触。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其实中共无时无刻,都为夺取台湾做准备,收集台湾内部的资讯。 强化,对台湾的影响力,都是中共长期的目标。 中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长潘文曾经分析,指出中共采用政治恫吓和经济手段都已经激起台湾人民的不满。 若真的实施武统台湾失败的几率非常高。 潘文引述美国台夫茨大学政治系教授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研究,趁中共可能采用的各种战争策略,包括封锁边境、战略轰炸和灯案作战等,都胜算不大。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源,表示中共若发动对台战争,会对中国沿海城市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即使能以战争手段,得到台湾的一片焦土,不但会激发台湾人民,对中共更多的仇恨战争后,复原重建还可能拖垮经济。 以战争手段、武力方式来统治台湾是最愚蠢且不切实际的想法。